因说出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言论 而走红网络的男子周某 近日与广西柳州市喜满释放 现如今 周某已经回到南宁市家中 与家人团聚 谈起这几年的经历 周某直言 很后悔当初的所作所为 这几年的经历就像一场梦 现在最大的愿望 就是好好陪家人 据了解 2015年10月19号 周某因涉嫌犯盗窃罪 被南宁市公安局清秀分局刑事拘留 11月25号 被南宁市公安局清秀分局执行逮捕 2016年9月19号 经南宁市新宁区人民检察院审讯后 判处周某抢劫罪与盗窃罪 恕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4月18号 周某出狱这天 到场的除了家人 还有数十家网红经纪公司 200万签约 综合开发 直播提成 网红经纪公司开出了各种优越的条件 予与周某签约 但人们并没有见到周某 监狱方面表示 考虑到疫情防控 周某已经于当天早上6点半 由户籍地司法所接回 针对网红经纪公司 面对周某蜂拥而上的现象 记者电话采访了广西大学 社会学博士 副教授 郭文学 他表示 对于网红经纪公司 欲签约周某这种现象 并不提倡 这种行为的目的 就是要引发互联网 对此事件的关注 以此吸引流量 所以说这个已经超出了我们公众对这个一个热点事件或者一个焦点事件的一个关注 它实际上是有人有意识的在操作或者说是在把这样一个事件故意发酵 以进入的公众的视野 它这个是点燃我们的这样一个眼球 这个性质就发生改变了 郭文学介绍 目前在互联网上有很多人把周某称为领袖 而涉事不深的青少年都会有一个猎奇心理 有可能会模仿跟随周某曾经的脚步 如有这种情况发生 势必会对是非观念不成熟的青少年产生某些不可估量的影响 另外的一点的话就是这些网红公司只是为了简单的以盈利或者迎合这个部分穷体的这样一种心理需求 或者迎合他们的这样一种营销的这样一种目的的话 大肆的进行推广 必然会一些穷体 把它视为这个精神领袖或者视作这个做人的这样一个榜样 是非常错误的一种价值引导 这个必然会对我们的年轻一代 或者对一些涉事不深 价值观还没有形成的一些年轻人 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导 郭文学表示 如果把周某捧成网红或者当成精神领袖去塑造 这将是一件极可怕的事情 难道违法也能赚钱 违法也能够成为这个网红 成为这个明星 这样的话导致他们的这个价值观就会扭曲 这是最担心的 只是一个周母的话 我觉得这个社会出现这样一种个体很正常 情形色色的 只是出现它的一个言论的话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媒体 包括我们的网络是非常自由的 我们的文化也是很开放很多元的 都是能够容纳的 但是如果说把这一种现象 或者把这一种行为当作一种导向 当作一种我们所说的一种 当榜样 当精神领袖去塑造 这个结果是很可怕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